中文字幕志愿者 红山半岛因为山泥倾舍而暴露岛有一些单位是签建 政府一定是会执法的 我们现在是在两方面工作 第一在斜坡的稳固拓保安全 这个我们一定要做 针对一些签建的建筑物是依法处理的 包括如果它违反法例会检控 因为它的签建而需要政府作任何工程 追究它在这方面的一些费用责任 另外我们一向对于楼宇的签建 这方面是以风险管理设定我们的优先 寻查是以风险为本去做 但是今次红山半岛的山泥倾舍事件 已经是显示到这个部分的屋苑 已经在这方面暴露了风险了 所以有关部门会针对 鸿山半岛有关的屋苑去寻查 我们对于怀疑有签建的屋苑 是会依法採取行动的 因为它是不错的 我们也可以将建议的 在这方面是埋伏的 我们要建议的 室内 笠苑 在此前面有的 需要建议的 建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